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会搞个榴莲运情见面会 约定你们到时见面 说到这里 我有点资讯想带给大家 我知道今天侯师傅带了一些好东西来 第一 大家会看到在桌面 看到师傅最新推出的天图馆2024甲神龙年福慈通圣 大家会看到一个连结的 在我们焦点视频的网站是有卖的 大家可以进来网上订购 会用速递送给大家 然后还有一样 未来会在焦点视频的网站上架 所以今天就预先告诉大家 这件事是有多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不如请师傅说一说 我知道这件事来特别是重阳节 对大家有帮助的 对大家 如果从中医的角度 你也知道沉香的 就是沉香淨化水 根本就是沉香淨化水 主要的成分就是沉香加淨水 里面加了一些特别的秘方 就是因为我会选择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吸收太阳能量 就再晒一晒这个沉香 晒完这个沉香之后 我就再选一个吉日吉时就是煲水 先叫做这个叫做我自己特制的沉香淨化水 最主要的功能都是帮助你们去减退些少负能量 增加自己的正能量 好了 未来从九大家都会去素墓 不多不少都会去那些较为阴的地方 当然啦 你的素墓祖先 你的祖先一定是庇佑你的 但是你有可能经过其他人的祖先 不知不觉间又感染到其他不好的能量 好了 有一个方法可以做的就是说 淋去之前和去完之后 淋回家之前就喷一喷这个沉香水 那如果你们买这个100ml的review 那你们就可以有一个免费的这个噴霧 噴霧机就方便很好用的 那怎么用呢就是打开这个盖 这样就加一些沉香水 这里有个所谓的气氛 加了进去之后套盖之后 这里一拉就出气了 哦 哦 那这样就将自己到处噴 噴一下头 肩膀 这样 那这样的作用呢 其实就是可以代替坊间的 例如火盆 这种我叫做优良传统的了 其实火在古时真的有他们的作用 可以退减很多黏着自己不好的能量 这个就是应该 我也应该会交给你的了 是 知道 多谢 所以我呼吁一下 如果大家见到 已经想预先有兴趣购买的话 可以WhatsApp我 六七五一九一八八 留言先 接着我们的产品上架之后 我就会将所有的资讯 直接和大家跟进 直接和大家跟进 大家一定会满意的 还有当我接触到 师傅这个沉香水 首先第一 我自己闻过了 我现在都闻到 很香 还有我想看片的观众 大家都一定知道 拜山有股味的 也知道 无论是 特别是墳墙 有股味的 那你说 这个沉香水 可能都可以 洗一洗走那股味 可以的 可以的 最重要的是 那个能量 可以帮到大家 就算有时 不一定说要拜山的 是吧 是 什么时候喷是最好的呢 那当自己觉得自己的能量不足 或者是不知为什么 那个时间 那个脑里面 整天都想起一些不好的东西 很负面的东西 那好了 那你就立刻要拿来喷一喷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思维 继续把这个负面的思维 继续发展下去 那确实你喷了之后 你会凌晨好多的 就不要一步一步一步走牛角尖 走进去一个很负能量的气场里面 那将自己提早退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无形的帮助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养兵千日用在一招 你有时候呢 不知道自己将会 一出街面临什么 气场啊 磁场啊 或者各方面的能量 如果你养成一个习惯 临出街之前 或者是回家之前 噴一噴的话呢 那又可以迎接一个新的一日 还有呢 又不要带负能量回家 那还有一样东西 我告诉你们 如果一个家庭里面 那个两夫妻 吵架 那吵架呢 那大家呢 身体上呢 根本呢 就会釋出一种 不好的能量出来的 那这种能量呢 就会困住自己 例如你在客厅也好 在睡房也好 那久而久之呢 你就困住了一种 不良的气场在那里 嗯 那好了 如果你不懂去清理 这些坏的气场的话呢 即下即下即下 你就会发觉自己 不知为什么 好像定时都要咬一次交的 越咬就越厉害的 那好了 那如果你们知道了这个讯息的话呢 我就建议呢 一咬完膠之后 那当然啦 大家气冲冲 你有冷战感 可能呢 不会做事 但是第二天 不要让它隔太久 立即用陈香淨化水 周围噴 噴整间家 整个睡房 是的 那这个作用呢 就是去减轻了 减退了那个空间的不好的磁场和能力 那就不会越积越多了 是 ok 那听哉他问我 打麻将噴是否又会好些呢 那我就没试过啦 希望可以啦 那我就听过有人说可以 但是呢 又听过有人说不可以 其实我不鼓励这些东西的 但是 如果你说 如果你相信打麻将是真的要靠一种灵气的话呢 那就是 那就是 那跟红底褲没有什么分别 那就是 那258章你说叫什么好呢 或者叫两非好 还是叫单调好呢 那就是要靠一些灵感 是 那就是 不妨试下的 没有坏的 因为我不相信他可以 阻碍或者扣你分 是 啊 ok 那我就想问一下 问啊 吴师傅啊 那呢 陈美玲 他就问我 两年内 就扮过三个亲属的白士 跟那个额头灰暗有没有关 还是自身的健康问题呢 哦 如果他扮这些白士 是家人 那当然 就是 关他自己的问题啦 那当然 如果以我们再细分 每人会有每人的命的嘛 那他有什么问题 就当然是他的命出现了 问题 就不关自己的 不如说大家有血缘 或者什么 就不肯拉起来而已 是个人的问题 不关自己的事 是 ok hello 大家好 我是猴天彤 如果大家想我继续用 浅白而专业的角度 和大家分享风水命理知识的话 记得素描螢光幕上面的二维码 加入一字记之节目收费会员 未来我还会搞个榴莲运情见面会 约定你们到时见面 多谢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请做齐留言 赞好 和分享 因为这些动作 对频道的成长相当重要 在影片资讯栏 会见到有主播专业的连结 按进去的时候 会见到有主播的联络方法 和节目其他的资讯 焦点视频是一个知识共享的 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支持明镜与点点栏